作者 烟花惹笑 眼波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口气之作 千雪 第八百五十四集 湛青城牵着凤九儿的手 让他转身 面向自己 凤九儿抬头对上了他的目光 好看的毛子眨了眨 九皇叔 若是 他的话还没说完 男人突然低头掳获了他的唇 凤九儿瞪大双眸看着湛青城 双手不自觉地抵在他的胸膛上 九 要说的话还没来得及出口 唇再次被封印 凤九儿用力相抵 却发现 放在自己腰间大掌的力道 也在加强 想在不伤他的情况下抽离 还真的不容易 可九皇叔难道不知道 兄弟们都还在下面吗 他们刚才还经历了一场大风雨 全身湿透不说 还耗费了不少内力 要是让兄弟们看见他们居然在这个时候 还有心情拥吻 大家会怎么想 不可以 不可以让大家看见 九皇叔 凤九儿还在努力反抗 他很清楚 要是不保持十分的清醒 他将很快就被九皇叔的魅力所征服 到那个时候 不管他要做什么 他都无力抗拒 好不容易将男人推开 凤九儿立即转身往下看了一眼 对上一记记不可思议的目光 他的脸瞬间红成了猪肝色 怎么会这样 大家什么时候都看过来了 刚才大家不是还都在四处看吗 回头看了湛青城一眼 凤九儿再次转身的时候 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 以后他还有什么连面对大家呀 接收到湛青城的目光 甲板上的人也不敢多看 立即转移了视线 天气不错啊 对啊 天色好 天色好啊 风和日丽 输的 输的 嗯 蓝天白云 美 顿时 甲板上叹息声连连 赵玉生从里面出来的时候 刚才还有几分沉闷的甲板上 大家都活跃了起来 看着兄弟们这般模样 他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也对 大家一起经历了这么些困难 不可能被困在一个阵法里 只要齐心合作 我们一定能成功回去 乔木带着几分玩味的 瞄了赵玉生一眼 抬眸迎上凤九儿的目光 少当家 刚才上头的风景真的很美啊 可惜你错过了 凤九儿瞪着乔木 急得几乎要跺脚 乔木这家伙 不该提哪壶 他非要提 下方还有这么多的兄弟 都怪九皇叔 赵玉生来到乔木身旁 抬眸往上看的时候 湛青城已经不见了身影 上方的甲板上 只有凤九儿一个人 娘子 上面风大 下来吧 赵玉生轻声提醒 我不是你娘子 凤九儿瞪了赵玉生一眼 一跃 从上方甲板上落下 别担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护你回去 赵玉生又要靠近 又被凤九儿瞪了一眼 以后 别再胡说八道 被我爹爹听见 不将你批了才怪 话语刚落 凤九儿回头 环视着大家 兄弟们 刚才做得不错 但更厉害的风暴 就在眼前 闯过去 咱们就能回到北木国 这一趟 辛苦大家了 以后等我富裕了 一定带大家 吃香的 喝辣的 若不是小脸 还红得不行 大家真的会以为 他们的九儿小姐 已经忘记了 刚才的事情 九儿小姐 好样的 一位九王府的兄弟 含笑鼓掌道 我们的主子 当然是最棒的 天机堂的兄弟 也不甘落后 一脸骄傲地说道 对呀 这辈子 能跟着九儿小姐做事 那是大家的福气 另一个天机堂的兄弟 硬喝着 九儿小姐 好样的 九王府的一位兄弟 看着凤九儿 激动得很 很快 大家都兴奋起来 九王妃好样的 九王妃好样的 赵玉生皱着眉头 看着大家 俨然是不知道 刚才发生的事情 可现在说的男子 是他最敬佩的九王爷 他能反驳什么呢 只不过 看他的样子 他是绝对不同意 九王妃的说法 看着大家这般模样 凤九儿 想起了他和九王叔 在上方甲板的拥吻 脸又红了几分 轻咳了声 他低下了脑袋 大家做好作战的准备 我要回去看看我爹爹 丢下一句话 大家口中的九王妃 急匆匆地离开了 甲板上的兄弟 突然感觉 有什么强烈的气息 从头顶压下 都纷纷抬头看了一眼 看到战青城 不管是天机堂的 还是九王府的兄弟 都立即反应过来 是 九王妃 很严肃地回应了 凤九儿的话之后 个人立即回到自己的位置 做好作战准备 经九王爷和九王妃 这么一闹 所有人的心情 都愉悦起来了 唯有赵玉生 看起来几分憋屈 他是从来没有说 喜欢凤九儿 但凤九儿 确实是他拜过堂的娘子 现在 却被人喊九王妃 他怎么可能接受得来呢 只是 现在摆着一张脸 也没人会理会 他只好重重地 透了一口气 往船头走去 天 很快便沉了下去 整个世界 就蒙上了一层灰 该来的 总是会来的 大家 已经做好了十分的准备 天色越来越沉 渐渐四周存了一点光线 如同黑夜 却依旧风平浪静 突然 一道刺眼的白光 一闪而过 大家都清清楚楚地 看见前方的图腾 一条黑龙 和一只同样是 暗黑色颜色的凤凰 交缠在一起 黑龙凶猛得很 就连目光 都是充满了杀气 打斗中的凤凰 一阵阵哀鸣 认真看 还轻易地看到 他眼底的泪 看起来 凤凰并没有 继续作战的意思 可为了保命 他迫不得已 继续与黑龙交缠 一阵阵哀鸣 充满了无奈 与悲伤 即使看不见 只听见声音 大家心里也不好受 兄弟们 凤九儿红亮的声音 在船上响起 所有人 闭上双眸 别看 这图腾 能射人心魂 不可看 不能听 大家互相提醒 自己身旁的兄弟 不看 不闻 重心往下 努力稳住船只 暴风雨 暴风雨 要来了 凤九儿的声音 刚落下 赵玉生的声音 再次响起 兄弟们 不能看 不能闻 暴风雨要来了 大家稳住 是 是 兄弟们的回应 在这宁静的夜空里 显得特别响亮 轮船继续往前行 即将要没入死亡的区域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